我也很花時間在看 那至於說你們要不要再跟我分享 那也是up to you 那我們今天最後面我也會來講說 我們下一次 下一次的這個 我們下一次的作業 我們要怎麼來做 那我們先來 先來 先來 上今天的課 我今天想做好多事 因為今天是這個 下禮拜就開始要group了 所以 所以我也希望我今天可以focus一點 那again 謝謝你們的分享 我如果沒有跟你講什麼話 就是 that's exactly what I want 就是我所想要的 我如果跟你講很多話的話 可能就是可以再加把金 上禮拜我們講了什麼 有人記得嗎 你們不用看 然後你們記得什麼 我們就來看看 對對對 我又我又複習 yeah yeah 這個我上次講了 yeah 那我們上次好像也講了那個 我們上次有兩個派 right 一個是什麼派 自尊 自尊 對自尊心的派對不對 然後一個是什麼 溝通的派對不對 對 我跟你說 我上次 我上次有寫錯的東西 我自己回家呢 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想我不太相信我自己 因為我教過communication很多次了 那我就記得 我好像有跟你們講嘛 有一個是38嘛對不對 that's how I remember 然後基督教 我們最常講的就是一個7嘛 然後剩下是多少 你有一個是73845 所以 所以那個10 我上次講的那個17是錯的 17個percent 其實只有7個percent 只有7個percent 那他有10%跑進去嗎 跑到那個 這叫什麼 就變成55了 55了 對不起 所以38 所以38是 這個是你講的內容嘛 what you say 這是內容 然後38我寫什麼 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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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55就是你的非 肢體語言 肢體語言 55就是肢體語言 你看我睡著了還在想 然後我就早上去把我的 我的note翻出來 後來我在想 因為我手上拿的那一張是錯了 所以好好笑 所以上一次我們說17%是內容 我們都已經很覺得 哇 我们讲的话已经这么没有重量了 结果其实真正的是 更少只有7个percent 然后我们的肢体语言 比重更大 55percent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不用讲话 你的肢体语言 就已经 已经可以传达你的讯息了 然后上次 也有人跟我讲说 我讲了英文 然后他听没有 不好意思 所以我回家呢 又更糟糕对不对 所以要原谅我 所以我现在呢 我在想可能是那个自尊心 我在跟这个同学讲英文 讲到你们有点听不懂 所以我想想看 我们把它写出来 我就回去再仔细想想看 这个自尊心到底要怎么去 自尊心你记不记得 那个派里面有五个区 对不对 一个是security 就是安全感嘛 就是你身处的环境 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安全感 对不对 这个我想应该 应该不需要多说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有一位同学对这个beloigniness 这个归属感很有很有疑问嘛 那我自己觉得归属感就是你 你属于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可以是你的家 你的教会 你的你参加的一个 譬如说像丰收也是一个团体 然后 中国人一个大族裔也是一个团体 对不对 所以归属感一定有attached to一个 一个group 那这个group 这个group帮我翻译一下group 族群 族群可大可小 一个团体 团体可大可小 所以这个是归属感 然后再来一个是competence competence应该是也蛮好翻 蛮好翻的嘛 competence是什么 深认 你做这个事情 你可不可以深认 这个深吗 深耶 认 你可不可以深认 我做了这个工作 我们把它做完 那我也有想到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 神怎么看成功这个事情 如果是属世的话 一定说are you competent are you capable 你可以深认这个工作吗 你能干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上帝怎么看 我们成不成功 看我们的心 还有呢 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看我们的faithfulness 所以不是你有没有成功 所以其实基督教的 其实我每次 我喜欢在这里教书的原因 因为对我来讲也是蛮好的 要整合我的信仰 跟我的 我所学的东西 所以 可能世俗会看你有没有成功 世俗的成功 可能是看你有没有赚大钱好了 你的职位高不高好了 你是不是名校毕业 你是不是大公司出来的 但是神怎么看呢 神就看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对我有没有faithful faithful faithful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上帝所看重的 所以这个我会觉得说 我们也要记得 那direction 信实 你这忠心又良善 是信实 都是 信实或是忠心良善 忠心 你是不是有忠心 你是不是有信实 那再来就是direction 你生命有没有方向 我们基督徒 我想我们活着 你知不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你知不知道上帝 他造你这个人 他把你放在这个 的地方 他的旨意是什么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personhood 上礼拜我们 我们也有讲到 这个personhood 我回去我也想了一下 我要怎么翻 我看看我怎么翻出来 对一个自我认定 我还是会说一个自我价值的认定 自我价值的认定 加一个价值好了 自我价值的认定 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马上有一个同学 就帮我找了 找了电脑的definition 然后我说stir 就是说你的角色 那其实自我价值角色 也只不过是占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自我价值的认定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所学的stir 就是说你这个人 有没有表理智啊 然后你可不可以在别人面前 你很自然的 你可以去扮演你自己的角色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是stir 他的这个五个 五个这个怎么讲 self esteem的这个 记不记得他 我们现在就讲了五个嘛 一二三四 还有一个五吗 一二三四五 这个自我价值的派 I mean self esteem派 也可以说是自我价值的派 然后我上礼拜吼 我现在真的是很糟糕 我上礼拜有叫你们 不是说如果是以100个percent 你们要怎么分这个派对不对 结果好像我自己也忘了 也没有给你们soul 对不对 所以这也没办法 但是呢 我现在再讲一次 他的这个exercise有不同的做法 他的这个练习有不同的做法 他已经告诉你 我们的 我刚刚升任还有一个方向 就等于是 自尊心 他认为说这个派里面呢 有这个五个东西 然后他的练习有几种 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派是100分 然后你怎么去区分他 譬如说我可能 有一个特别弱的 特别弱的 我的特别弱就是 我没有什么自我价值 然后我的这个 安全感也比较 属于比较少 因为我的家有家暴 然后其他的比较大的是什么 或是说你的 我怎么觉得我的 我的所有的五个 五个都好小的 站不到一个派里面去 这是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可以说 是一个评估的方式 一个评估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人 这个人他怎么来区分 他的自尊心的 的多寡好了 的比重好了 这是一个方式 整个派是100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人的派根本没有满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 他的做法是 他的做法呢 1 2 3 1 2 3 4 5 多了一个 他的做法呢 1 2 3 4 他的做法就是 每一个 segment 每一个slice 再帮我翻一下 每一片 因为这是派嘛 对不对 他每一片呢 你给他10分 所以每一片是10分 那 我的 在我的安全感呢 我很有安全感 我可能给他9分 然后我归属感呢 我也很有归属感 我可能给他也9分 然后呢 胜任呢 啊啊啊啊 我不太清楚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事情 我看我自己好像蛮失败的 所以我就给他6分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 诶 这样子是最好的 可是我没有耶 我没有找到 所以我上次在教的时候 我好像每一个有先给你们定义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先有给你们定义的对 所以当你要做评估的时候 你如果决定要用这个来评估你的 你的client的话 你一定要先让他知道说 你怎么去定义 定义这个 那这个 这个会有一个好处 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Q&A 有一个paper and pencil的 已经是pre-set的 已经是写好的 你只要去评估你的是几分 这样大家很好 可以刺激你去想 然后很清楚 很清楚 很quantitive 就是把它质量化了 数值化了 质量化了 但是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呢 少了一点creativity 如果说我这样用解释的 等于是我让我的client 他用他自己最原始的东西 他去填 那这里可能就多了一些 我client 他本身的主观 主观的评估在里头 可能少了一个客观的评估 那我会觉得说两个各有利弊 我觉得各有利弊 所以 我自己是没有找到 上网我没有找到这个 五个派的 五个派的这个self-assessment 自我评估的那种question 我没有 但是基本上来讲 这个安全感就是 我们上礼拜讲过了 有抄笔记的人 安全感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的身体的 你的safety 你有没有觉得安全 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对不对 最后 绿子 好 那我现在赶快再给他 因为我以为我有讲 OK OK 这个security呢 当然就是表示 你的人身安全 我的人身是不是安全 我身处的环境中 譬如说我在我的家庭中 我是不是觉得安全 如果说有家暴的人 可能会觉得 我可能会被骂 会被打 不是被骂 妈妈又爱骂人 我在家里面我不安全 所以有些人 想早早地离开这个家 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 那我在学校 好像前阵子 特别是911 我记得911 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有在学校 做internship 在学校实习 有些小孩子就很害怕 要去上学 怕遇到坏人 会不会有人把学校给炸 所以他也觉得没有安全感 那这个就很严重 那教会有没有安全感 教会不是也有一阵子 会有人会去 会去拿着枪 对教会的人那个嘛 然后工作 对你在工作团队 你有没有安全感 我也写下来 工作 然后就是社会 你在你在这个 你出去街上走 你会不会觉得 晚上我不敢出去 好危险哦 所以这个security again 这讲到人身安全 那belongingness 我刚刚在讲到 就是说你对一个团体 一个组织 一个单位 你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觉得说 我是他们之间的一员 那这个 这个是归属感 我是不是我家里面的一员 还是当我跟人家讲 我家里面的那个 我就觉得丢脸 我不要 我不要人家知道说 我是 我是临时家族的某某人 或是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到公众场合 我是不太感人 讲我是基督徒 我也不要做切反祷告 因为我 那个归属感 让我觉得 蒙羞 然后competent 我刚刚讲过 就你做这个事情 你能不能胜任 你可不可以把它结束 把它做完 这个是你的胜任 然后神又怎么样 来看成功 所以这个 这个大家要 那direction就是 你生命有没有方向啊 你明不明白 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他的计划 他的美意是什么 即使发生了这么糟糕的事情 我相信神在我身上 还是有他的美意在 然后personhood 我上次 刚刚我们讲过了 就是你这一个人 你的自我价值的认定 我是不是一个 concurrent的人 我在别人面前 我是feel comfortable 我是不是舒服 be myself 做我自己 还是我在人面前 我会觉得我要戴一个面具 我遮遮掩掩的 我不好意思 对 所以这个是 silver steam pie 所以是自我价值的一个派 也是 yeah sertir的东西 对不起 我可能上次 你们你看 你们只记得 有讲一些 你看 我以为我有讲 你们只记得松子 绿子 我后来跟我的朋友讲说 你怎么会叫我看 那么graphic的东西 好恶心哦 因为他把人 撞火车 跟那个人 就暴力的那种 都演出来 然后他就说 日本人就是这样 做事情很严谨 他说他也不喜欢那一部分 然后他跟我说 这一出戏是 真实故事 他说是一个 真实故事改变的 yeah but anyway 那我看看 我还要跟你讲 那个 这两个派 我们再勾诉过了 一个self-esteem pie 另外一个是 communication pie 再考一次 哪三个number 你也要不来 那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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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o you just be quiet you don't need to talk so what if and nonverbal nonverbal behavior is only 55 so increase 10 point yeah so yeah 17 you don't need to talk at all yeah you don't need to talk at all your body language 你笑 你笑 我们的肢体语言讲得更大声 我们中国人说 无声声有声 还有什么叫声于什么叫 声叫 对 声叫声于言叫 我自己赶快也写下来 Yeah You actually speak louder You are right 声叫声于言叫 中国人这个也是很有道理 不需要去做什么研究 所以今天呢 这是上礼拜讲的 那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再continue 那个Iceberg 这个松子 对不起松子 我又要延续到今天来讲 那我把它擦掉 其实你讲到 你问了一个蛮好的问题 其实到底是 你问的是 Nurture versus Nature 也就是到底是后天的 栽培培育 我不要写好不好 你知道我在 栽培培育 或是先天的个性 那后天的栽培培育 当然就牵扯到环境 你的成长环境 家庭 然后学校 社会 教会 对不对 Nurture Version Nature 这个总是 Controversial 这Always是一个 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 那我会觉得说 这也是我会觉得说 我很喜欢去 理论有时候是很枯燥的 但是有时候你理论 多了以后呢 你再看一个人呢 你就有不同的切入面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 我的Client里面 我觉得到底是他的 本性影响他比较多 还是他的 他的后天环境 我觉得都有 那只不过说 有一些人 嗯 我想一人而已 Nurture 嗯 去栽培他 对 否则先天不良 后天又失调 后天又失调 那不是很惨 呀 所以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说Parenting 其实 当父母亲呢 这一个职务 都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就是父母亲怎么教我 我们就去教我们的小孩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蛮神圣的 是需要去学习的 呀 所以呀 你问了一个 呀 大哉问 没有答案 我也希望我可以告诉你 那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 这个Iceberg 就是自我 这个 我再画一下讲好 因为今天这个东西 在Satire里面也是 很好用的东西 也常常 如果你讲到他的理论 这几乎也都是会被讲出来的 你们上礼拜的讲义有在吗 那个松子的 松子的 松子的example 很好 如果你们在的话 因为我这礼拜又多了一个example 我觉得这个教书对我来讲 我enjoy的原因是因为 我现在也有在看client 所以我就马上想到我client的例子 就拿来跟你们一起 一起打 好玩嘛 因为总是这个理论要想把它活用嘛 我们上次讲说松子的外在行为 我们看松子的外在行为是什么 讨好行的 那他爸爸是什么 子哲 那 那他的外在行为也是一个半鬼脸 为了去引起他爸爸的注意 那他我们说他的求生 我把它写起来好了 名字我自己又忘记了 这里有行为吗 对不对 这是外显行为 然后好像也有一个 再来是stensus 对不对 他的求生姿态 这就是你们的那一张 那个图 有冰山的那个hand out 求生姿态 我不要写姿态了 太难写了 然后再来 再来好像就是 就是内在的 没有表示出来的什么 感情 对不对 然后再来 再来是他的感官 观感 观点 他的perception 他的观点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 他的期望 对不对 我好像给你们的那个 有中翻阴嘛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 他渴望什么 渴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自我观 所以我们上次讲说说 松子的外形行为就是做鬼脸 那他的求生姿态是什么 irrelevant 就是 那个叫什么 势不关己 或者是打岔形的 对不对 然后他的内在情感 他掩饰了什么样的情感 可能受伤啊 难过啊 被冷落啊 被忽视啊 孤独啊 这都是他内在的情感 没有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他后来 你们的handle是不是有 feeling about feelings啊 这什么意思哦 其实你如果看他的小字 decision about feeling 就是他对他自己的 这样子的感觉 他的感觉 feel 受伤 被冷落 孤独 这样子的感觉 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他 他做了什么样的 举动 他就是 决定要扮鬼脸 引起爸爸的注意 他 他的外形行为 就是让人家看起来 就是好像一个 就觉得他很 很好玩 好了 那完完全全 cover他内心的真正的感觉 那他的perception是什么 他的观点 所谓的观点就是 他看到什么 他听到什么 然后他心里面 给他了一个 什么样子的 interpretation 给他一个 什么样的诠释 他的perception 可能就是 爸爸只爱妹妹 根本就偏心嘛 爸爸不爱我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对我注意嘛 那他的 他的期望 他会期望 期望父亲怎么样呢 多爱他一点 多注意他一点 多花时间 跟他在一起 像对妹妹一样 那其实这是 他心里面的一个 也是他的一个渴望 就是渴望被爱 被爱被关心 那他的自尊心是怎么样 很低嘛 对不对 那对Sedir来讲呢 我们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look deep not only停在 不可以只停在外面 也就是你冰山所可以看得到的上面 我们要 dick into deep 看看他内在没有看出来的感情 是什么 那你怎么样可以知道呢 譬如说你就可以跟你的client讲说 你可以分享一个 让你印象深刻 然后你只要想到 你都觉得伤心的一件事情 那当他在讲的时候 当他在陈述的时候 我们可以介绍 Sedir的这个 冰山 Iceberg的这个metaphor 的这个隐喻 让他看到 其实人 人有他的复杂性 人有他的深度 不是只有停在外面 那你就可以用问题问他了 那你有什么是内心的问题 是你没有外显出来给人家看的 譬如说像松子 如果松子来找我们 我们会怎么跟他讲 其实你内心真正的 真正没有表达出来的感情是什么 那我也会说 有一些非常被严重伤害的人 他们还真的没办法 get in touch with their feelings 他们对他们的感情 真的是真的是没有感觉耶 你讲了半天 可能他们get in know where 所以其实当我在学校 做事的时候呢 有一个最fundamental 最最最最 最我会觉得说是非常 基本的东西哦 我们会pass around 我们就有一个布袋 那个布袋里面呢 装着可能有石头 有橘子 有一个stuff animal 填充物 填充玩具好了 不要说填充物 填充玩具 可能有其他的不同的东西 那我们就pass around 我们就叫小孩子去摸 那我刚开始觉得 这是好无聊的一个游戏 但是 这个游戏的后面呢 有它一个很深很深的意义 因为 这些可能小时候被家里面 父亲母亲 虐待的孩子 他们not in touch with their feelings 他们不敢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因为太痛了 他们只处于一个 求生的活着就好 所以他们不可以去感受到说 我现在觉得好冷哦 或是我现在很生气 我好气 我爸爸怎么对我那么大声 他们不敢 不敢表示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感受 所以当我去摸 我去鼓励他们去摸那个 不可以看啊 里面是什么 去摸那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 有一点我在帮助这些小孩子 我在刺激他们的感官里面的触觉 touched 我们的感官分很多种嘛 对不对 然后 那也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游戏也很有趣 我们这样摸完以后呢 那我们就会问说小孩 你们摸到什么 那大家就觉得很好玩 因为we make that as a game 把它变成一个游戏 然后大家就七嘴八嘶 我摸到什么 我摸到什么 然后就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 OK 然后我们就再把它放回去 那如果说 我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游戏 我现在有点shift 但是同样是同样一个游戏 就是我那里面放了很多rock 石头 那这个石头呢 一开始我可能是比较 就比如说是平 像我手掌那么大的石头 这么大的石头 那我可能一开始 叫那些小孩子画 画一种feeling anger happy sad 就这样画一个感觉 然后比如说我那一组 呀我们 yeah this is good transition 我们下两次要讲group 那我就会 跟我那一群的小孩子讲说 好你们画完以后 就放进去刚刚那个布袋里面 那再放进去布袋里面呢 布袋是不是就变重了 那我就叫他们再pass around 每一个人就在拿那个布袋 大家就觉得很重很重 那again 这在刺激小孩子的感官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们里面的感觉 心里面的感觉 没有把它讲出来 没有跟人家分享 你天天就是背一个这么重的袋子 很辛苦 这些小孩子就get it了 所以他们就知道说 when they come to see me to see a counselor 来看一个 不是教会里面 学校的辅导员 他们是一个很special的小孩 他们就可以跟counselor 谈他们的feeling 他们的感觉 然后我就会说 大家再pass around一次 那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不是只是拿它夺重 这一次 譬如说拿到你 你就抽一个rock出来 你抽出来是一个satness 那我就叫你分享 一次satness in the past week 所以这个游戏其实 it's very experiential 就是是属于你要去体会的 你要去有触觉的 有感觉的 所以这个 这个当然是要grouped 玩才好玩 那我们再回到 再回到iceberg 再回到这个冰山理论 所以当你的client呢 我刚刚讲 他们有时候可能 他们真的是被damage到一个程度 mute 没有去感受到他的感觉 那还有一些呢 可能特别是对男士们 中国男士们 中国人 他们对感觉呢 没有质 他们只有up here especially在Silicon Valley 在这个电脑重镇 很多人都只用脑袋挂 他们 他们觉得talking 什么feeling 他们觉得feeling就是不好 情绪化嘛 怎么会好呢 所以呢 像如果说 我今天如果是跟一个engineer 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可能又要更 去跟他 再回到最根本的 我可能要给他一个list 你的感觉 中国人讲感觉 有哪些字我们怎么来形容我们的感觉 有哪些字我们怎么来形容我们的感觉 可能就要跟他go through 最fundamental最基本的东西 那再回到就是说 那我们就像松子如果来找我们 我们就问松子说 那你没有讲出来的感觉是什么 it's very likely 很有可能松子根本就没有办法 get in touch with 他的inner feeling 他根本就不晓得他心里面 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as a counselor 你告诉他 如果是别人在你的处境里面 可能会 刚刚我们讲到 被冷落嘛 伤心嘛 被忽视 等于是我们有点教他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然后完了以后呢 Sedir说呢 awareness 这个叫做认知 你要先去认知 你要先去感受到你的感觉 你要去feel what you feel 你要去feel your feelings 你要先有这个认知 然后呢 在下一步你就要怎么样 你要去接受它 那我们把这个 isberg 这个叫做什么 冰山的 这个一角 冰山的全部 我们把这个 这也是Sedir他 蛮popular的 他蛮 很多人喜欢他 因为他的东西很什么 很 这叫什么 是不是叫具象化 很 你可以去看得到的 很具体 而不是 it's all up here 所以 他就说 知道了你的这些 感觉以后呢 你要去接受它 比如说我觉得 我被我爸爸忽视了 或是有些人觉得丢脸 这个 你都要去接受它 因为这是你的一部分 那Sedir觉得说 这个没有需要去hite 就是把它藏起来 对不起 在Sedir的东西好用就是 它跟博文的不太一样 Sedir的东西可以用在group 也可以用在individual 所以你 我有回答您的问题吗 所以你可以用在group里面 也可以用在个人的 群体治疗或是个人治疗都可以 然后接受以后呢 下一步就是要 什么 要change了 改变 都可以变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讲到这里 是不是就是讲到表里一致 那你什么东西可以变 你外显行为可不可以变 当你get in touch with your feeling 当你去感受到你的感觉的时候 那Sedir说 我们要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吗 那我明明我的内在感情 我是受伤 然后被忽略 忽 我不要写中文啊 被忽视 哎 我想起来了 忽 对 你们知道就好 我不要再写了 这是你的真实感觉 那你怎么样把他表里一致 然后你的观点是什么 这观点是不是也要改 刚刚那个谁的观点是 是他觉得他的爸爸偏心不爱他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观点呢 这个时候你可能也可以教你的client来看到一个 就是说 可能的确在那一个moment 在那个时刻 你爸爸 我给你们两个例子嘛 一个就是爸爸跟他一块去 去游乐园 爸爸根本就心不在焉 根本就没有在理他 总是板着脸 在那个时候 爸爸可能心里面不晓得在想什么 但是的确爸爸心里面是忽视他的 或是当松子告诉他妹妹 他心里面多开心 要有第一次约会了 结果这个爸爸就责备他 或许在那个当下 的确他感受不到他爸爸爱他 但是其他的时候 他爸爸可能是爱他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领松子 你去问他说 有没有任何时候你觉得你父亲是爱你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让他不要只看到一个点 他可以看到更广的 就他的perception不是一个tunnel vision 不是一个山洞里面只看到那一个井底之蛙 只看到一个小小的天地 他可以看得更广一眼 那我们就可以问他说 那你的期望是什么 那他怎么样让他的期望让他爸爸知道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介绍 介绍我们 我上礼拜有提过 这个I message 记不记得 我 中文 我 我的陈述 所以我的陈述就是 你以这个来开始 陈述没 用我来开始讲话 我觉得很受伤 什么时候很受伤呢 当爸爸你没有 当爸爸我们去游乐园的时候 你脸上都 都愁眉不长 你都没有看我的时候 或是当我在跟妹妹讲 我要去约会我多开心的时候 你根本什么都没有问清楚 你就骂我 我觉得很受伤 那我希望爸爸你 以后可以多 多注意我一点 或是对我笑 我这样跟你们讲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们觉得 如果松子是一个小孩 他做得到吗 做不到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父权的社会 这个父权社会是 父亲是高高在上 他做得到吗 他做不到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有学到 我觉得Sertia的东西好玩 他的东西有点环环相控 这里可能就又讲到一个 我会不会把自己给 OK 我们这里又讲到一个路 有一个规矩 是这个规吗 这个规 加规的规矩 有些规矩呢 是在互动 关系中 没有写出来的 但是你心里面知道了 比如说几次被爸爸骂以后 你就不会这样再做了嘛 因为对你伤害嘛 所以这个规矩 我们待会会再讲 那我们再回到 我刚刚讲的这个 所以我常常说 这个理论呢 你要多去知道 方法你要多知道 你才会知道说 因为我们遇到不同的人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样的东西 这就要看你的toolbox 你的工具箱里面 东西多不多了 如果你东西都不多 那你又要把这个东西 用到不太合适的人身上 那那就 那当然就不effective 你当然帮到这个人 就没有那么的有效 没有那么的有效率 那当然不是说他全 我们也不要黑白想法 不是全部都用不了 比如说刚刚我讲的说 I message 用我来陈述一个事情 可能对一个小孩 他做不到 但是如果说今天对一个 譬如说三四十岁 已经成熟的人来讲 他可能是做得到的 但是他敢不敢去 对他爸爸说 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可能有文化上面 可能有很多的因素 所以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我们其实是有很多 有很多东西可以去 去求上的 去耐人寻味的 那但是说 如果说是一个小小孩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 暗主是一个小小孩 你觉得画了这个冰山 他可以懂吗 他可以懂 小小孩可以懂的 或是 小小孩可以懂的 但那你可以只停在 就是说 对啊你心里面有一些感受 没关系 你可以在console的这里谈 或是你把他画出来 至少让他知道 就是说人 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很好 很好 我觉得I statement 你们也要好好用它 在很多时候都可以用到 因为没习惯嘛 你就没有习惯去 你可能没那个勇气 所以我会觉得说像 我自己的感 as a counselor的经验是 你有tour没有错 但是说真的 如果没有圣灵 没有祷告 你没有那种勇气 这个I message is very useful 当然有一些人 我也有听过有人讲 就说 这个又是一个 美国这种 个人主义的 一个崇拜的 一个新玩意儿 好了 那我听了 我会觉得蛮伤心的 因为 因为 我觉得这个有点 只知其意不知其恶 我觉得这个I message 是一个让你跟人家 沟通的时候 你可以像 Satia所讲的 是一个一致的 圣经不是说 你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吗 你的爱心在哪里 你的诚实在哪里 那你怎么样去试 怎么去practice它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detail的 很 这个macro and micro 这个就是个micro skill 好了 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很大的原则 你凭爱心说诚实话 怎么说 我用我来开始 陈述我心里面的 真实的话 所以 它的东西 当然有很多很好用 当然communication by itself 可能就可以是一堂课 可以上很久了 所以我没有打算 很detail的 进去这个communication 来讲这个沟通 但是 我也想跟大家讲说 你们今天学的东西呢 其实是蛮好用的 但是 你们在用的时候 要很有智慧 如果说今天我用的 我把他用到一个人 他的人格 有一个倾向 就是自大光 他内心的感受 是啊 没错 大家 他如果是一个self-centered的人 是一个narcistic的人 他觉得大家都要以我为主 那我内在的感情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怎么还无随我的存在 你懂我意思 那像这种人 你当然就不会跟他 来用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方法好了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非常的 非常的小心 那如果说回到 我刚刚是不是讲过 像那个松子 他可以告诉父亲 他的inner feeling 他的真实感受是怎么样 爸爸我觉得我受伤 被冷落 被忽视 当你什么时候 当你愁眉不展的时候 当我被骂的时候 因为呢 这好像一个formular 就是what I feel 我觉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 然后当 when 什么时候 当什么时候 那因为你怎么样呢 因为你心里好像只想着妹妹 你脸上都没有笑容 然后你好像都忘记我的 我的需要 那我希望爸爸你可以怎样 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好像一个formular 是可以用的 那我也想再给大家一个example 因为这是我上个礼拜 我看到我在看我client的时候 我心里在想 啊好 我要把它写下来 还好我又想起来 我在看一个 算是一个高科技公司 一个有名科技公司的一个高阶主管 那他下班回家后呢 他非常非常的累 那他又要 他太太也期望他回家 不可以就做少爷啊 要存在一些家务 所以当他在做一些家务的时候呢 他如果做得不太好 他太太就会骂他 那他就会说 他他来看我 他就说 我心里面虽然觉得 我太太讲的是对的 但是我有一个怒气 为什么他老是都是对的 我老是被骂的分 那我心里就在想 哎 好 这个我们可以 再来用那个冰山理论 再来跟他讲 他其实心里面 他的外在行为 他可能是 有点气他太太 为什么要骂他嘛 对不对 他说他的处理方式呢 就当做他太太不存在 就是他 他太太就去唠叨他了吧 反正他就是没听到 就是没听到 那他 所以他的求生的 那个是什么 他有的时候是 他太太是blamer 他也可以是个blamer 他也是 指责的 对不对 然后他另外一个求生的是什么 有逃避吗 不存在 没关系 反正我们的 我们这个 Sertir的东西有limitation 我们自己家 他逃避 对不对 那他的内在情感 其实是什么 很委屈 他为什么委屈 对 他回来已经 非常的辛苦 我后来就跟他讲说 你的委屈 你的辛苦 如果你没有讲出来 你太太 也很自然的 期望你 因为太太也辛苦啊 对不对 太太也是辛苦啊 对不对 太太也在家里 窝了一天啊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两个 两个人见了面 当然希望彼此可以分担啊 所以我就 我就教他 我就说 很巧 刚好我最近有在上这个课 所以我就拍上用彩 就用在你身上 那我就跟他 我就先explore with him 我说你的内在感受 他说很累 他说他其实 他其实每次在上班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精神状况 是非常的紧绷 那一天下来 有的时候 回来可能还得 就做完家事 他还得再工作 因为他们可能跟亚洲那边 有做生意嘛 那他就说 他其实他的 他其实是 自己的时间 几乎是没有 那还要做这些事情 有的时候他说 他脑筋是没有在动的 那只是在做 那后来又被太太骂 他心里面就有不满 那我就说很好 这些是你的真实感受 这是你的真实感受 那你就要把它 讲出来 那我就教他用 I message 那 当然这绝对是一个 他可以用的tool 但是我也给大家有一个 他内心的感受是 受伤 因为妻子不了解他 然后他也生气 因为被骂 那后来他决定 用什么方法 来处理他的真实感受 我还是在看 就上次给你们松子 那个hand out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 好像是一个standard 好像是一个formular 是一个standard叫什么 标准 标准的一个程式 你可以去问人家的 后来 这个 这位 这个先生 他用什么来处理他的感受 他 他生气 他责备 他被动的攻击 就passive aggressive 他被动式的攻击 他无视于他太太的存在 那他对太太的观点 会是怎么样 他的perception会是怎么样 他太太不体恤他 根本不爱他 也不体谅他 那他期待妻子 可以怎么样对他呢 多体恤 多关心他一点 然后他心底的渴望呢 有自己的时间 可以休息 他还可以理解 那他真正 这个 期望跟渴望 你们知道 这不一样吗 期望是什么 缺的手 渴望是 渴望 渴望 渴望是 exploitation 就我期望 我太太做什么 是太太可以去做的 有点是 我期望 那个人可以做什么 然后渴望 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 对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渴求 那其实这个渴求 几乎是 universal truth 大家都一样的 渴求 被爱 被关爱 被接受 这个最 basic的是 physical needs belongingness Security love and respect belongingness 好像也有belongingness respect respect 他在讲另外一个是 你们一定也看过 这个人的理论 有没有 我好像有讲过 我要小心 这个是 什么 人 人本主义 他也是属于人本主义的 心理学方面 是不是都人本主义 大部分 因为也有行为主义 也有 也有 比如说沟通 沟通也是一个 muscle 它的最基本就是 人有最基本 我们要勾诉 人有最基本的需要 要吃得饱 要安全 还有可能 sexual needs 好像也是属于 它也把它归咎成 basic needs love 然后上面我记得 也有belongingness 你说还有respect 反正它最上面 是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 你可以去实现 你的愿望 可以去实现 你心里面的 我们好像有插开 好 我们再回到iceberg 所以我心里面 想问大家 就是again 这个iceberg呢 要用的有一点智慧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 我们再用这样子 我们这个iceberg 再一直看下来 这样子这个先生的 自我观会是怎么样 可能我们会想 他的自我观又低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 用在这个先生 如果用到他的自我观 是低的 inappropriate 为什么inappropriate 为什么不合适呢 很好 OK 很好 他在工作上已经有成就 他对自我的价值很好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那个刚刚我们看那个pi 我们那个pi里面是有五分 一二三十五 有一个是competent 升任 他是高阶主管 他也很有 很有什么 生命也很有方向 然后他也很有安全感 只不过是跟他太太的相处 然后还有这个人年纪也一大八 所以我们不可以 我常常觉得说 一般人喜欢上网去看看 我自己的 我的 就是这种自我评估 去看看自己的那个怎么样 这当然很好 因为人有curiosity 人有好奇心嘛 想要知道自己是怎样 但是有个危险 如果说只凭一个 只凭一个test 一个测验 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 这也很危险 你懂不懂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在用的时候 除非 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是帮助人的人 我们讲的话呢 是有影响力的 要用的时候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所以这是我想讲的 要小心 那我们待会呢 会来谈这个rules 规矩 那我也想提出来一点 在这个期望 只剩一分钟 期望呢 很有可能呢 永远不会达成 比如说我上个礼拜的一个example 像我那个台湾的client 他的 他的妈妈 他期望他妈妈变 这个期望 可能达到吗 而且这个期望 当然我们as a counselor 我们也要看到 他这个期望是不是reasonable 是不是合理的 即使是合理的期望 有可能达得到吗 也可能达不到 或是他的妈妈 爸爸 已经过世了 所以我们可能也要问 我们的client 如果你的期望 根本永远达不到 人家也没有办法 跟着你想要的去做 那怎么办 他怎么去 去帮助他自己 again 我们在帮助一个人 那个问题 always又回到暗主本身 而不是去期望别人变 所以again 这个是iceberg 这个iceberg 我觉得它有很rich的东西在里头 可能我也讲不完 所以老师那如果期望不能改变 so she stopped with 期望不能改变 可能next question I will ask 我会问他就是说 你期望没有办法改变 如果那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变的话 那我会问他怎么样 你就要自己去想 我会跟我的 我会跟我的client一起去work on 一起去想 这个期望达不到他可以怎么办 那当然我的工作是guide 我的client 是帮助我的client去想 或是说 或是我会问他说 或是说我会问他说 怎么样是爱 怎么样可以show you love 因为有些人对这个爱的 definition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有些人是非常 所以他会说 怎么讲 Sethier的东西有他的beauty 他是把它break into 然后你要每一个去对付他 每一个去看他 很carefully的去看他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